小船加油 小船加油 妹妹 你的小船领先了 我的小船真是太棒了 我的小船怎么不见了 小船一定是飘向了水流的终点 终点 可是我们怎么找到终点呢 我们只要跟着水流一直走 不就可以找到终点了吗 对呀 乐乐你太聪明了 妹妹 我好像 好像看到终点了 在哪 就在那里 可是这里没有我们的小船啊 对呀 怎么没有我们的小船 走了 我们问问大英先生 他们飞得高看得远 一定知道我们的小船在哪里 大英先生 大英先生 怎么了小朋友 大英先生 你们看到两只小船了吗 从那边飘过来的 小船 没见到 小船不是会飘到小河的终点吗 怎么这里没有啊 不不不 这里可不是小河的终点 这里的水顺着出水口会继续前行哦 那小河的终点到底在哪里呀 我们前行的时候看到小河流入湖泊 湖泊再回入大江 小河到湖泊 湖泊到大江 大江的水又分流到湖泊 再回到大江 那最后的 最后它们都流入了大海 那里应该就是终点了 啊 原来是大海啊 难怪小船不在这里 谢谢你们 乐乐 你说小河的终点又在哪里呢 这个简单啊 我们往河水的上流走 不就可以看到终点了 对啊我们去看看吧 嗯 妹妹快看 小河越来越窄 我们快当了小河的起点了 嗯 妈妈 妹妹乐乐在找什么呢 东丑西丑的 我也不知道啊老大 要不我去问问 带着我们还得去偷水果呢 快走 啊 小鸟姐姐告诉我 水是从天上来的 可是小乌龟说 水是从地下来的 很深很深地地地下 那到底水是从哪里来的啊 有了 我们去问问老师吧 在地球上 它们是循环流动的 循环流动的 对 水从山上汇集成小河 小河又汇入大海 但是 汇集成小河的水 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地下 不对 是天上 你们看 茶壶里的水在冒出白气 可是飘了一会儿就不见了 茶壶的水被加热后 就会形成水蒸气 也就是其他的水 从里 海水被太阳晒过 也会形成水蒸气 水蒸气飞向天空 越飘越高 越冷会变成云朵 然后风把云朵带到了山区 水要以降雨的方式回到小河里 小河才会入到大海 海水晒着太阳 再一次变成水蒸气 这样循环往复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是太阳公公帮的忙啊 小朋友们 你们明白了吗 我们一起 谢谢太阳公公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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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